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馬祖師悲大家好 有一位馬祖的信徒在網路上來問 顧問 他常常去北港朝天宮拜拜 他就問了一個問題說 男性的神尊請入朝天宮正殿的神龕裡面 就是馬祖的正殿 那個玻璃窗裡面的神龕 關於這個問題 君有請教諸生的人員 諸生的人員是這樣回答的 因為馬祖一生他沒有吃架 就是一個閨女 所以我們以閨女之禮 古時候的禮貌 閨女住的房子 房間 我們叫閨房 閨房男性是不能進氣的 除了他的四神 四神就是千里遠 孫弘爾 將軍 還有太子 三太子是兒童 兒童的神尊 小孩子 可以進氣 那其他男性的神尊不能進氣 女性的神尊 像三奶夫人 觀世音菩薩 他就可以進到裡面去 我們是以閨女之禮來恭敬馬祖 這個地方我們把當作它的閨房 所以男性是不可以進路的 以上是顧問的回答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